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主持人大舅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访问周军 那他呢 以前是婚恋网站两个红豆的员工 后来呢 现在去YouTube做实习 后来去了亚马逊工作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针对他 曾经在婚恋网站工作的这个经理 聊一聊在美华人找对象的这样一件事情 那首先的话 我们有请这个 Ginnie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谢谢大舅的邀请 好非常高兴的能够请你来 来参加红豆 这红豆也是第一次聊到这个 比较 跟工作以外的一个话题吧 就讲了一下这个话题 但是也是很重要 特别对于在美华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那首先你能不能跟最简单的讲 聊一聊你在两个红豆的工作经历 你大概做了些什么事情 可以啊 我在两颗红豆的话 其实是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吧 所以在那边待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因为公司比较小嘛 所以我也的确是帮他们各个就是工作的领域都接触过了 最主要的职责的话还是做marketing 然后当时因为我是在他们的matchmaking team上 两颗红豆大家都知道 你可能了解的是他们的一个手机app对吧 然后有个website 但是当时呢 他们2016年17年的时候呢 开始开发了一个offline premium matchmaking service 也就是高端线下 线下高端婚恋 所以当时我算是他们的整个team的first hire 那作为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的话 肯定也得啊 就是做好多好多marketing啊 到sales啊 然后到整个啊 business development 然后当时我也去真的自己做了matchmaking 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很多很多的弯曲的朋友可能也都认识我 因为我的这个脸啊 经常出现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广告上面 然后也帮很多的弯曲的单身男女啊 甚至不止单身弯曲弯啊 sorry弯曲了啊 好多美国别的地区的只要有两颗红豆service的话 我们啊 很多人都是我啊 啊 撒合的 对 做了很多的考试 那你能不能简单的就是先说一个概况吧 就是在美的华人现在 找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大体的 这么一个状况呢 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大的啊 而且我觉得找对象这个问题的话 跟地区其实是真的有关系的啊 当然你要是问我在纽约的dating情况和在湾区呢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大家啊 我只要今天的观众的话 可能大部分还是在湾区嘛 那湾区的话 大家都知道男生的比例其实是远远大过于女生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啊 就肯定也是对我们的啊 男性同胞们啊 不是特别的友好 那当然纽约的话 其实故事是相反的 对于女性来说的话 可能是不太的啊 友好 但是整个dating的market的话 我们啊 做啊 dating 我其实online dating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online dating简直就是啊 一个god sense就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解决啊 dating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online dating是一个非常好的solution 不错不错 那你一定也介绍了很多找的对象 找成功的 也介绍了很多 不成功的 那么我想太多了 对吧 问题是先从成功角度来说吧 那你觉得找的对象找的成功那些 有些什么好的一些best practice呢 哇 这个其实太多了 我觉得大周 我今天这个topic真的是 我曾经做过一个online dating的讲座 讲了整整三个小时 所以今天是浓缩版 超级浓缩版 OK 我觉得比较啊 之前所有的那些成功的case的话 我就讲两点吧 最重要 那第一点的话 其实你可能会觉得我是老生常谈啊 但是我真的要再讲一遍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一个人的状态 一定要是在最理想的状态 那这个这个状态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指的就是你的physical啊 你自己真的是想要settle down了 对吧 很多人觉得哎 我可能明年还是回国吧 对吧 我都不知道我接下来去哪 或者说我还是去读个书吧 那如果你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可能就不是说特别适合的去找一个人生伴侣 或者说是会给你增加很多的一个一个困难 一个阻碍吧 那第二个状态指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态要好 所有那些就是成功就在online dating 或者是啊 不管怎么样的dating中成功的人 他们的心态都是 我如果找到了那样一个人 他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的话 那我自己真的也是可以活得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啊 其实在dating过程中 如果你一旦是那种特别你受了很多的desperation 对吧 如果你特别觉得哎怎么办 我就着急的不行了 我现在就赶紧想把自己给架出去 我赶紧想找了一个人 那别人其实是会非常容易捕捉到你的这个 这个就是啊情绪的 那一旦有这个情绪的话 其实会非常的就是不是很attractive 所以我真的觉得心态这个是啊 就是状态很好很重要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知 非常的重要 那啊很多人啊 就是你说谁不愿意找一个高不帅啊 对吧 每个男生的话可能心里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女神在 但是你这个时候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就是哎 我喜欢的这个女神 他会不会喜欢我 第二个问题是我喜欢的这个女神 他到底适不适合我 对吧 所以就是大旧你也是产品经历嘛 这个时候拿产品的角度啊 我觉得每个人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产品 对自己的正确的认知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你要想清楚 我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to the table 对吧 在两个人的这个relationship中 对吧 我有什么样的value proposition 然后我我自己的那些unique selling point在哪里 然后我自己的弱点 或者是我需要improve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我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那我的这个需求 对方能不能够去来满足 并且满足我的情绪价值 这些是真的你要去好好考虑的东西 当你真的对自己的认知达到了一个一个程度的话 我觉得你会找到 就对你就是在dating这个方面会非常的顺利 所以到最后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找到那个人并不是最最美的或者是最怎么样帅的 其实那个人真的就是最合适你的 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这两个是成功的best practice 好那你刚才其实也讲到了一些失败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人太显得绝望了 对吧 特别想要让自己赶紧找一个对象的话 一般就是很难成功 就是有哪些找对象的过程中你看到的雷区或者误区 呃有分享一下 对呃雷区误区的话其实也挺多的 呃第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吧 我其实还写了很多的脑草对第一点的话就是呃 我知道有很多呃我们对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年龄的压力 或者说哎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结婚了 然后都都生小孩了对吧 那我自己赶紧其实也回到了我刚才讲到的第一个跟best practice 就是呃相相互相应的对吧 当你就是说第一个误区就是因为自己着急想要rush into something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真的没有好好的去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对吧 没是不是有deal breaker在因为你会忽略到这一些东西而这些很重要 他会让你真的就是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成本哦 sorry增加你的机会成本让你去找真正属于你的适合 你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对然后第二点的误区的话就是呃 很多人啊之前都有问过我关于仪表的这个问题 对那很多尤其是很多女生的朋友啊都会跟我讲 就是你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如果爱我的话你就应该爱我的灵魂 你爱我的内在你为什么要care我的就是仪表问题呢 那这一点我真的是要就是重新的再声明一下 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仪表的重要性啊其实不是说你有多美你有多帅 这个仪表真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把自己打扮的干净清爽利落 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约会的时候对吧当另一半能够真正的非常百分之一百了解你的内在的时候他看到了其实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仪表的外在 而他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你想一下他在想的就是我跟这个人未来的生活 这一辈子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他会怎么样看他肯定就会看你自己 因为你的仪表其实传递出来的message是什么是你是不是爱你自己啊对吧你是不是尊重你自己啊你是不是爱生活你是不是一个积极有正能量的人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对仪表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体现的给别人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你是不是一个热爱生活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人 对所以我并不是说要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干干净净的就好了最多的时候 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去约会的时候就让对啊对方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干净清爽的人就够了对所以一定要再提一遍有个雷区就是很多人觉得仪表不重要其实很重要 好你看讲两个雷区我去还有没有呢 嗯今天就讲两个吧不是太多了好可以挺好挺好那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在美的学生吧或者是不一定学生在美华人找对象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总的来说 对对对我刚刚讲了两个误区然后我是希望可以跟就是呃建议这边放在一起讲因为呃他们两个永远都是handing hand的吧对那一些建议的话首先第一条建议呢是给女生的 啊这个给女生的是什么就是说主动一点真的没有关系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对吧大家都是independent啊就是就是我们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表现出来就是很多我以前就是在红豆工作的时候吗好多女生都觉得哎呀他应该联系我他对我有兴趣应该怎么怎么样不其实很多时候的话男生他也会紧张他就是说社会上可能会觉得男生你应该主动你应该怎么样但其实男生去 约会他们也会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女生有兴趣表现出来甚至有的时候主动点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大大的增加你们约会成功的概率的所以这点我真的是一定要就是拿出来重点的讲一下 那还有的话就是男生女生通用的一些建议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刚刚讲过的仪表其实很重要那第二点的话就是美国这里的dating文化其实跟中国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我觉得其实虽然没有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我们这些留美的或者是留学的一些同学们 这就是可以多线发展啊这就是可以多线发展我这里啊重申一点不是说要求你们去啊就是啊我同时聊好多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多线发展的是就保持就比如说我跟某一个人在确定了男生女生朋友committed relationship之前对吧你跟多人一起就是说啊去了解别人的话这个是完全OK的多线发展是完全OK的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保持非常的诚恳和和真真诚就是说honest吧你可以跟别人说哎我我觉得你很不错但是我现在的话可能还在跟别人啊有聊天但是如果我跟你成为男女朋友的话我一定会非常committed我会断掉所有的别的联系但是这里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你进入一段正式的relationship之前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多线发展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说在两颗红灶的这个工作 经历对你本人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啊有对我觉得在啊找对象这一点上面的话有帮助那对于工作上也有帮助了先讲啊感情上吧我觉得感情上的话我自己绝对就是啊觉得更自信了更主动了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我更有勇气去追逐了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觉得虽然我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一百清楚的但是在两颗红灶工作见证了这么多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之后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非常知道自己的deal breaker是什么哪一些东西是肯定不适合我的所以我也建议就是很多朋友们如果你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从你不想要什么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对然后啊对于工作经历的话我觉得肯定啊因为在两颗红灶市场也做过matchmaking也做过产品product也做过然后对我这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经历的话其实对我后面找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啊 有吸引力的吧我觉得至少在interview中大家都对我的这段经历特别的有啊好奇而且尤其是online dating就是所有的interviewer他们都会问我哎真的吗你是在online dating工作了吗tell me more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自己的是一个啊跟别人比较unique的不同的一个地方会让自己比较stand out吧对嗯好的好感谢君丽周君两期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先分享到这个地方就搞一段落了那如果你希望我们节目 请记得给我们点个赞或者是怎么样评论或者是怎么样订阅然后呢记得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欢迎怎么样扫码那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小伙伴可以拉里进我们的读者群好最后的话呢这个再次感谢这个君丽跟大家说个再见吧谢谢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君丽周君的这样一个节目我们以后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